王经理求求你了 你把钱给我截了吗王经理 我求求你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没钱没钱没钱 王总我求求你了 我给你跪一下 跪一下跪一下也没钱 哎王经理啊 这是怎么回事 哎老板 你看这工地上这么大的土 你来干嘛呀 这位兄弟是怎么回事 啊您就是李总啊 请他有你什么事 哎你别动 兄弟过来了 怎么回事这是 老板他欠我工钱不给我 我一家老小还等着我咬呢 孩子还等着上学呢 你什么工钱 他就走 你别说话 兄弟你跟我过来 在那别动 老板是这样的 他欠我一年工钱没有给我 这孩子马上要开学了 我还等着这个钱交学费呢 多久 整整一年呢 你来我们工地干了多久了 一年零俩月 干这么久 他一分没给你结 光干活不给钱 一分也没给我 行 小兄弟 你稍等我一下 王经理 来 你给我好好讲一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钱呢 跑哪了 钱 那个 那个 总共欠了工人多少工资 六 六十五万 上个月我就已经安排财务 把钱全给你了 为什么工人干了一年 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我问你 钱去哪里了 我 我买车了 什么 我 买车了 行 王经理 你可以的 人农民工兄弟 辛辛苦苦干一年活 你居然拿着人家的雪岸墙去买车 你是怎么想的 我 我 你这叫犯罪你知道吗 你这叫贪污腐败 农民工的工资你都敢拖欠 人家的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 一家老小还等着个钱小伙呢 你倒好 拿人家的钱去买车 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 现在立刻就把钱给我还回来 我 我去哪儿都那么多钱呀 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 你先把你的车卖了 明天上午十点 我在公司等你 现在就去 快点 兄弟 你过来一下 哎 立正 他欠你们多少工资 他欠我个人八万多 要是其他工友都算上六十多万 这样 兄弟 你别着急 这位呢 是我们公司的财务 小白 你拿上这张卡 领着这位兄弟去银行 算一下 一共欠多少钱 全部转给他 可是李总 咱们公司照顾上的钱 只够结 接下来的材料款 那可不着急 先放一放 农民工兄弟的工资 是一刻都不能耽误的 这样兄弟 你先跟我们公司财务去银行 把账对一下 先把工资给你们结了 好不好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欢迎你明年 还来我们工地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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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咱们一切恐惧 我能找到他 大林 他是谁 你又是谁 你管我是谁 你是谁 你让我说我就说呀 你又是谁 听 他是我妹 过来跟我谈老家房子拆枪的事了 什么 啊房子拆迁了 那我们回老家呀 我这还忙着呢 你有什么事赶紧说 你有什么可忙的呀 就你这破公司吗 对 就我这破公司 怎么了 我来呀 本来是想跟你谈分手的 顺便呀 给我一笔补偿费 正好呀 去你家把你的房子也给我分了 你是谁呀 你什么意思啊 我说你是谁 我当然是你女朋友了 女朋友就要分我们家的房子呀 这应该呀 是你给我的青春补偿 就因为我把钱借给朋友 他现在还不上 加上我现在困难 你就要跟我分手吗 就是 就是因为你现在困难 还把钱借给别人 你装什么呀 喂 喂 喂李总 钱呢 我给你转过去了 多转了五万呀 就倒是利息了 客气了 兄弟 对了 还能不能采购协议呀 我怕你送过去了 你要是看没什么问题的话 签了吧 是吗 这可是个大伙儿呀 回头 我把利润的六成全给你 不用了李总 这都快一年了 你也没脏 管我要过钱 你就不怕 我不还你吗 说什么呢兄弟 当时 你也是被朋友坑了吗 我还为你 还相信朋友啊 你说信 对 一直信 所以啊 你就是我的朋友 我信你 哎呀 现在好了 这加起来 都有两百多万了吧 这些和你有关系吗 怎么就和我没关系啊 刚才你不是说 咱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吗 你补偿了我 咱俩就没关系了 补偿给你 你有钱就甩了我 这不是个人 哥 你把钱就这么给他了 妹妹 那卡里呀 没钱啊 那你 妹妹 这人呀 怎么对我好 我就会怎么去对他好 谁不适 不值深险 人不交 不值好坏 所以啊 怒遥之玛丽 日久 嫁人鲜 每个人成功的美好 都有不为人知的算处 面对承受这条 坎坎坷的奴 天哪 老公 你看他这个泡茶的你干啥去 他是个学生 怎么可能是泡茶的呢 老板今天叫你过去 是让你当主管的 你等这个机会 到了多久了 如果今天迟到了 那主管的位置就成别人的了 要是这个孩子出了事 我得到的机会 我梁医生也过不去呀 小工医生你没事吧 我送你去医院 有一种力量 无人抵挡 他永不远白 小工医生 你就是病人家属吗 我 我不是 现在那孩子的情况怎么样了 幸亏你送来的急事 孩子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 来 快去把住院废交了 我 好吧 老板 进 你已经迟到整整三个小时了 老板 是这个样子的 不让出的 停 你不用跟我解释 主管的位置已经有别人来坐了 你走吧 好吧老板 喂 妹妹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哎 老公 怎么样了 算得不乱离情我也随口 老板 先我知道了 诸葛的位置 让给别人了 也曾倔强脆弱 依然执着 什么 你再说一遍 救你的人 到底叫什么 他叫 假好 好 我现在有点事 我晚点去医院接你啊 哎 小兄弟 等一下 你刚才迟到 是不是因为救了一个学生 是的老板 那你想不想升职 啊老板 主管的位置不是让给别人坐了吗 谁说我要让他做主管了 我要让他做经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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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多多多我希望 会吻的谁 永不惠罗 只等你 令到我沉醉 再见